正确的创建和使用索引 是实现数据库高性能查询的这种基础 前面呢 我已经为大家介绍了最常用的 MyFive的索引的类型 以及其优点和缺点 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看如何正确的使用这些索引 以发挥索引的优势 提高数据库的性能 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索引的使用策略 索引列上不能使用表达式或函数 对这个策略呢 应该是对广为人知的一种使用索引的策略了 但是实际工作中呢 还是经常可以看到 违反这个策略的查询的出现 如下面这个查询 这个查询的目的呢 是查找出那些在30天内就会过期的商品 均对这个查询呢 就算是我们在过期日期 outdate上呢 建立了一个逼出所引 那么这个查询呢 也无法用到这个所引 就是因为在这个查询中呢 我们在outdate的列上呢 使用了函数 所以呢 也就违反了我们上面所说的 使用索引的第一个策略 索引列上不能使用表达式或者函数 那么要想让这个查询可以使用到索引 我们应该如何做呢 我们需要把这个查询呢 改为下面这个样子 经过这样的sq改写之后 在查询中 outdate的列上呢 就不会再使用函数了 因此呢 这时呢 就可以正确的使用到该列上的索引了 对索引中的这个日期列进行计算 是大家在使用日期类型进行查找时呢 很常见的一种做法 也是在使用这种日期列上的索引呢 最常犯的错误 希望大家呢 以后在进行这类查询时呢 可以注意这个问题 以正确的方法呢 使用日期列上的索引 sq中的币数索引 对键值的大小呢 是有限制的 这个限制呢 根据所使用的存入引型的不同呢 都不同 比如对于inodb存入引型来说 索引键的最大的大小呢 是不能超过767个字节 而mysum中呢 这个限制呢 则是1000个字节 这个限制对于整形和浮点形 以及日期类型来说呢 已经是足够了 但是对于字符串的型来说呢 可能就有些不足 所以呢 一方面 为了能够对大的字符串 特别是这种菜的字符串呢 可以在这种列上建立索引 另一方面呢 如果索引很长的字符串列呢 也会对索引使用呢 会变得很慢 这样就达不到索引优化的目的 所以呢 mysum支持对字符串的前缀 建立索引 这样呢 可以大大的节约这种索引的空间 从而提高索引的这种查询效率 那对某个列的前缀建立索引呢 我们可以使用 下面的这个语法 也就是说在CreateIndex这个语句中呢 指定列的一个宽度 大家一定要记住 这个列的宽度呢 是有限制的 对于innoDB来说呢 这个索引的列的宽度呢 最大是767个字符串 如果我们使用的是UTF8字符级的话呢 算成字符的话 那么也就差不多是255个字符 而对于mysum表呢 前面也说过了 这个索引列的宽度呢 最大值呢 是1000 如果超过这个最大宽度的限制呢 是无法建立前缀索引的 虽然呢 我们可以在大字符列上 使用前缀索引呢 来增加索引的效率 但是前缀索引呢 又会降接了索引的一种选择性 所谓索引的选择性呢 就是指不重复的索引建值 和表的这种总记录的比率 也就是说索引建值的一种唯一性 越高其选择性呢 也就越高 由此可见 唯一索引或者是主建 索引的选择性呢 是最高的 索引的选择性越高呢 使用索引经参与的效率呢 就会越快 在后面介绍联合索引时 大家就会发现 索引建值的 这种选择性呢 也决定了这种 严合索引中建值的顺序 那么回到我们的这个前缀索引中 由于前缀索引呢 只是取了不足串数据的一部分 来作为索引的建值 所以呢 其选择性必然会降低 我们可以看下面这几列数值 大家呢 可能就不明白我的意思了 首先我们有这么三列字不串 分别是ABCD ABDE ACDEF 和ACBCAEF 如果在这时候呢 我们选择前两个字节 建立这种前缀索引 那么其不同的值呢 实际上只有两个 AB和BC 而如果我们选择列的 这几个字符串的前三个字节 来建立前缀索引的话呢 那么不同值呢 就变成了四个 所以说呢 前缀索引的长度 和索引的可选择性呢 是相关的 我们在选择前缀索引的长度时 一定要注意 既要做到索引呢 进程的小 同时呢 也要保证索引的选择性呢 不能太差 人们在使用索引时的一个 常见的误区 就是在表中的每一列上呢 都要建立一个索引 这种情况呢 通常会发生一些 对数据库索引并不太了解的 这种开发人员的身上 他们知道索引的好处 但是不知道 如何建立合适的索引 同时呢 又听到一些有经验的人说呢 要把查询与局中的 所有出现在瑞尔同学上的链 都建立上索引 于是呢 就出现了 把表中的每一列上 建立一个索引的一种情况 因为表中的每一列 都有可能出现在瑞尔条件中 心想呢 不管是哪一列 作为过滤条件 反正每一列上都有索引了 所以呢 查询效率应该会很高 之所以说他们不了解索引 就是因为他们只想到索引 可以提高查询效率 却忽略了太多的索引呢 对数据库的性能呢 也是会有影响的 前面我们说过 为什么索引呢 不能太多 其实呢 从另一方面来讲 每一列上都建立一个索引呢 如果在瑞尔条件中 同时出现了多个列 放在MySeal中呢 也不一定能使用上这些索引 在MySeal 5.0之前 每一个查询呢 只能使用到一个列上的索引 所以呢 对于瑞尔条件中的 太多的这种列呢 如果存在这种多类的 固定条件呢 实际上并不能使用到 这种每一列上的索引的 因此呢 也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 而在MySeal 5.0之后呢 虽然引入了这种 索引合并的概念 在一个查询中呢 可以使用多个列上的 独立索引 来进行合并过滤 但是呢 通常意味着呢 就需要更多的内存 和磁盘IO 来缓存这些 每一个索引 做过去的数据 所以呢 这也不一定不是一种 好的优化方式 而对于这种 单列上的索引来说呢 在查询中呢 用到的列上建立一个 多个列的联合索引 来进行查询优化呢 可能才是一种 更好的优化方法 那么要建立 联合索引的话 联合索引的这种 列的顺序的选择呢 就尤为重要了 前面呢 我们在介绍 必顺索引时说过 必顺索引 是按照索引列的顺序 来进行存放的 而且索引列的 先后顺序呢 也决定了查询呢 是否可以 使用到这个索引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来看一看 应该如何选择 这种联合索引中 索引列的顺序 首先 那么第一个原则呢 是经常会被使用到的 列呢 优先的这种原则 就是如果我们 非常频繁的 会使用某一个列 来进行过滤 那么我们就要把 这一个原则来放到 这种联合索引的 最左边 那么前面呢 我们也说过 索引列的顺序呢 是按照 从左到右的顺序 来使用的 对于出现在 最左边的列呢 不但在多个 列的联合索引中 可以被用到 就算是在 单个列的过滤中呢 也同样会被用到 所以呢 我们要把经常 用于查询的列呢 放在联合索引的 这个最左边 当然呢 这也并不是绝对的 如果我们经常 使用到的 这个过滤条件呢 是一种 像状态列这样的列 本身的选择性呢 很差 那么就不适合 放在这种 联合索引的 最左边了 因为选择性 很差的列呢 如果就算建立了索引 MySQL用化器呢 也不见得会 使用到这个索引 因为MySQL用化器呢 可能会认为 在这种情况下呢 使用全标扫描 要比使用索引的 成本呢 更低 所以呢 这也引出了我们选择 这个索引列顺序的 第二个原则 也就是 选择性高的列 右心的原则 选择性高呢 往往意味着 可以过滤出更多的数据 特别是在 Rear条件中 选择性越高 查询的效率呢 也就越快 如果联合索引 最左边的列呢 选择性很高 那么 在完成最左边列的 过滤后 能够满足条件的数据呢 也就没有多少了 这样呢 再进行后面的过滤呢 就要快得多 索引顺序选择的 第三个原则呢 是那些 宽度比较小的列 应该优先使用 当然了 这是在不违反 选择性原则前提下 来进行的 宽度越小 就意味着呢 一页中所能存储的 索引呢 越多 也就代表了 使用索引过滤时候的 IO呢 会越小 同时呢 也就加快了 索引的这种查找的效率 我们在进行 索引优化时 关注的动点 通常是 Ware子具中的 这种过滤条件 其实呢 在前面我们介绍 B数索引时呢 已经说过 B数索引呢 除了可以帮助 我们加快过滤数据 找到我们所需要 数据的内容外 还可以做很多 其他的事情 比如说排序 分组等等 其实呢 除了这些之外 我们还可以使用 B数索引呢 直接获得 我们所需要的数据 B数索引和 哈希索引 是不同的 在B数索引的 页子节点上呢 存储了索引的 这种关键字的值 所以呢 如果我们可以通过 索引的关键字 直接获取 索引查询中 所需要的数据 这样呢 也就没有必要 再读取数据行的信息了 那么这种 包含了所有 需要查询的 字段的 全部值的索引 我们就称之为 覆盖索引 这里所说的 全部值 不但是指 Ware子具中 所出现的列的值 同时也包括了 出现在 此类的 从具中的值 和OrderBy 和GirlBy 从具中的值 知道了 什么是覆盖索引 那么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看 使用覆盖索引 会给我们的 优化数据库的性能 带来什么样的好处 通常对于一个表来说 比如一个有30列的表 那么每个索引 就算是覆盖索引 最多也不过是 包括这30列中的 几列数据 所以索引中的条目 通常会远小于 数据行的大小 因此 如果我们只需要 读取索引 就能够完全完成 我们的查询的话 那么买费数 就会极大的减少 数据的访问量 因为索引比较小 所以缓存中 就可以保存更多的 这种损取数据 减少数据 从磁盘和数据库 缓存之间 换入换出 这样就优化了 缓存的处理效率 减少了磁盘 爱欧的这种操作 同时 由于批数存引 是按照 见值的顺序来存储的 那么 所以对于 爱欧密集型的 范围查找来说 会比随机的 从磁盘 读取每一行的 数据的爱欧 要少得多 而且批数存引 在访问时 可以把磁盘的随机 读取的爱欧 转变成 锁引这种顺序的爱欧 而通过我们前面的内容 大家应该知道 磁盘设备 在处理顺序爱欧时 要比随机爱欧快得多 所以 这样会更有利于 数据的查询的速度 前面 我们也介绍过了 对于 以Nodb存存引型来修 二级锁引 在叶子界限中 保存的是 行的主件值 在通常情况下 如果是利用二级锁引 来查询数据的话 那么在查找到相应的键值后 还要通过主件 来进行二次的查询 所以才能够获取 我们所需要的行的数据 而在覆盖锁引中 二级锁引的键值 就已经可以获取 我们查询所需要的 所有数据了 这样就避免了 对于主件这种二次查询 这也就减少了 相关的一种爱欧操作 那么 以Nodb存存引 的表 可以通过覆盖锁引 来获得据爱的好处 同时对于 MyThumb表来说 它其实获得的好处 可能会更大 那么对于MyThumb存入 来说 MyThumb只会缓存 这种锁引的信息 数据 则是要依赖于 操作系统来缓存 因此 如果我们要仿论数据 则需要进行一次 这种系统调用 而系统调用的性能 通常会比较差 所以很有可能会产生 这种严重的性能问题 所以如果能够通过 锁引来获取 全部所需要的数据 就可以避免这种系统调用的产生 覆盖锁引 对于优化MyThumb存入引擎的 查询会更为的有效 和所有的优化方法一样 覆盖锁引 也不是解决性能问题的 那种灵丹妙药 换句话说 并不是什么样的性能问题 我们都可以通过 覆盖锁引来解决 在下类的场景中 覆盖锁引就无法使用 首先来说 并不是所有的存储引擎 都支持覆盖锁引 比如我们前面介绍过的 Memory存出引擎 它就不支持覆盖锁引 而且也不是所有的锁引类型 都能够建立这种覆盖锁引 通过对覆盖锁引的介绍 我们知道 只有在锁引的叶子节点中 包括了建植的锁引 才能够建立一种覆盖锁引 所以我们之前所介绍的 哈希锁引 就不能够作为覆盖锁引来使用 其次 如果在查询中包含了太多的列 这样也不太适合建立一种覆盖锁引 覆盖锁引之所以能够提高查询的性能 主要是因为锁引的大小 要比行的大小小得多 如果锁引本身很大 那么就没有使用这种覆盖锁引的必要了 特别是对于一些 slater星这样的查询 对于查询的表中的所有列 所以就不可能有锁引 可以覆盖到所有的列 因此对于这种类型的查询 也是无法使用必须锁引来优化的 最后对于MySQL不能在锁引中 执行这种双百分号的Lag查询 如果查询中存在这种双百分号的Lag过滤条件 可能也就无法使用覆盖锁引了 这是由于MySQL底层的存储引型的API所限制 对于这样的查询 MySQL服务器只能提取数据行的值 然后在内存中再进行过滤 所以同样就不能使用锁引 更别说覆盖锁引了 我们可以来看几个覆盖锁引的例子 这样大家就更明白 什么样锁引的是覆盖锁引 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我们的演示系统中 来为大家讲解一下 什么是这种覆盖锁引 首先我们进入到刚才我们所说的 Security数据库 我们来看一看 Security数据库的Film表 使用这个表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覆盖锁引的这种查询计划是什么样子 首先我们来查询出这个LanguageID列 我们只要这一列 firm,firm,我们查询LanguageID列 等于1的这样的数据 大家可以看到 那么现在这个查询计划呢 就是一个最简单的覆盖锁引的查询计划 因为firm表呢 在LanguageID列上呢 有一个单列的锁引 而且呢 我们在State的同据中呢 也只是返回了这个LanguageID 所以呢 完全可以使用锁引呢 来获取我们所需要的信息 这里呢 就是在查询计划的XR列中呢 是显示了UsonIndex这样的信息 就是说我们是使用 所以来获取的我们的数据 但是呢 当我们把查询改成下面这样的形式时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查询计划会变成什么样子 我们这时呢 返回所有的列 使用State新的方式 大家呢 这时候可以看到 这两个查询计划的XR部分呢 一个是UsonIndex 而另一个呢 是UsonWear 这就说明呢 第二个查询呢 是不能从锁引中 或者所有数据的 也就是说 不能够使用到覆盖锁引 而必须是把所有数据呢 先装在内存中 然后再进行Wear条件的过滤 这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在使用覆盖锁引时候的一个限制 就对于这种State新的查询呢 是无法使用覆盖锁引来进行覆盖的 那么呢 我们再来看看下面的查询 比如说 使用这个actor表 我们来使用这个表 再进行一个查询 在这里呢 我们查询出 actorID和 lastname 我们可以看到 在actor表中呢 虽然说只有lastname 列上有一个 但是呢 同样呢 我们在进行下面的查询中 就使用到了这种覆盖查询 覆盖锁引来进行查询 这就因为呢 在inode.db表 这个二级锁引上呢 会自动的加入我们的这种 主件 也就是actorID的信息 所以呢 同样呢 我们可以使用lastname这个信息 来进行覆盖查询 来获得我们所需要的 这查询的所有信息 还有一点呢 大家可能要注意 对于不同版本的myCity呢 以上这个查询呢 可能输出的执行计划呢 并不一样 比如说呢 在myCity5.7中 在X2列中呢 就只会出现 UCIngest这样的信息 而不会出现UCIngest 这可能更加符合我们对这种 覆盖锁引的理解 所以说呢 高版本的myCity5呢 对这个查询的优化呢 可能要比地版本的myCity5的优化性能会更好 小时的朋友们 就会以为 感谢主要权的疑问 信息 我们准备地版本的myCity5 websit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